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重点是希望这次 大家开始不容易的修炼之旅 把自己的这个道场 这次我特别强调的就是这个道场建立起来 那石塑人他是这个场自己本身也叫先天道 是在女子回来立家之前 男的没一经之前 那这个时间身体都是一个先天道的一个场 这个先天这个道什么叫先天道 就是一个体内你可以自动的从天地间获取万物 人能常清静 天地习结归 获取万物 然后到体内生成这个精化成气 气化成光 那个不停地光化自己 那么这个时候你是处于一个先天道 这么一个状态 也就是完全可以自动化的 从这个天地间获取这个能量 天和地的能量 万物的能量 那么来营养自己的身先 使自己的身先得以成长 我的几个小孩子 他们的饮食 或是完全没有像现代的营养学家要求的 每天多少蛋 多少肉 多少什么 那么基本上是按照一个他想吃就吃 想吃什么就给吃什么 不想吃什么就不勉强吃什么 每一个都天真活博 健康 那么什么原因 就是按照这个先天大道的这个原理 对孩子的这个先天不干预 完全让它顺应自然 天地间的这个植物它是一样的 这个植物它吃什么呢 对不对 你们吃的这个稻米 吃的小麦它吃什么呢 它就是一粒种子种到田里 有水有阳光 那么空气中的营养 它会自动转换成颗粒 变成小麦 变成稻谷 对不对 那么它就可以自然地生长 那么它也不需要人味的太多的东西去干预 人体也是这样 先天大道的状态 在女子未来立假前 以前这个基本上是14岁 现在因为给孩子吃很多急速的食物 所以有的12岁就来了 有的13岁 早的还有10岁西方孩子 有10岁的女孩就来立假的 就破体了 因为你这个血一流出体以后 那么血水一出 气就散了 气一散了 你这个先天的气球 就漏气了 这一漏气 就由先天结构 变成了一个后天的一个结构 那么它就不能自己生化 生是产生 化是化变 生化什么 生成精和气 化成光 气密集到高的凝聚了以后 它会产生光 产生光的生命体 自动能产生光的生命体 我们称为道体 什么叫道体 道就是一阴一阳 阴阳可以放电 产生电火化 产生光 这就是道 道是一个自动能够化光的一个机制 或者是一个生命体 有生命体它就叫道体 没有生命体就是一个机制 这样就可以生成光 有这么一个原理 道的这么一个道理 道的一个原理 所以说我们人体需要这个光 这个在中国古代提到万气本根 就是所有的生命都是气 是生命的本根 气足 然后不思实 你们现在很多人在壁谷 气足不思实 这没什么神通的 没什么了不起的 是因为你在这修炼 然后天地正气 万物的正气 充斥了你的体内 说气足不思实不相吃 那么你们吃饭的 也吃很少的饭量 我听说了都吃饭量不多 那么吃很少的饭量 因为气一半是被气转化了 给你转化的能量 供应你了 说气足不思实 那么万气本根 有气则生 无气则死 所以是生命的光 来自于气的化变 气化光 说炼气化神 神迹神光 所以是气化光 气不足 光就不足 然后人就昏暗 人就昏沉 人就胆怯 人就恐惧 因为你自己的神不足 神不足 特别你的胆神不足 你就容易怕死 你胆气好 胆气足的时候 张飞 眼睛大 眼睛是胆开窍的部分 所以是眼睛大的人 他胆子就大 胆就大 里面的胆就大 胆就大 神就厉害 神就威猛 大家要知道 我们所有的根源在于气要饱满 气要足 这个气又不是你们的呼吸气 呼吸气只是后天来的一点气 先天气 先天气 是我们在后天气的引动的基础上 在体内的内道场中运行的气 运行的气 那这个叫先天元气 先天真气 那么一旦破体之后的人 这个男的开始一经 女的开始来立架 破体之后 你的道体被破 道体被破 你要想办法赶快的 逆补这个道体 耗损 破了之后 流出体外 耗损体外的 这个能量 这个气 要补回来 所以这才到了 这个有修有证 前面这个孩子 这个直接修 身内身的细化身 圣婴 培养圣婴 直接圣婴出体 只要他没一经 只要他没来立架之前 这个先天大道的修炼 就这么之间之夜 然后他在守护他 保护他 那么 我们先把他赔出来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重视对孩子夏令营 孩子东令营 孩子诵经的这个教育 实际上我们通过这些方法 让他在无为中 无意识的参与状态中 先天释放了 跟大自然合在一块 这个孩子的这个开心 愉悦 这叫大乐 他这要有大乐 他就生成大名 然后他就容易化生出自己的圣婴不死体来 就是在这个躯壳里面 他的那个真我 这个容易被激活出来 然后慢慢成长 成为一个不死的圣婴 不死的圣婴 耶稣基督他为什么是道成肉身 实际上他就是在母亲 生了他之后 在这个母亲 这个待他的这个过程中 他的这个圣婴 在自己的体内 自己诞生成就 融合跟肉体合体了 这个叫先天无为而成就的 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样子 那么圣母玛利亚的母亲的舍离子 在英国的大教堂中 国家的大教堂中 还专门保留了 咱们佛家知道有舍离子 我们去那边才发现 怎么圣母的妈妈 玛利亚的妈妈 居然是有舍离子 那就证明 圣母玛利亚 她是修炼世家 像你们一样 如果将来带着孩子修 那你就是修炼世家 那你修到一个高层次了 都能化出舍离子了 烧了以后 有透明的精英的光点 这种物质 这叫舍离子 那是高密度的能量团 聚合而成的 所以是那么圣母的母亲 原来她是修炼的 玛利亚的母亲是修炼的 那么修炼世家 她从小就带着玛利亚修炼 在天主教今天还保留着 这个系列的meditation的方法 修炼的方法 但是也基本上丢得乱七八糟了 只剩一些粉末的东西了 树叶树枝的东西了 这有待于修复 那么圣母是修炼的 所以她从小 在耶稣从小的时候 她带着他 所以是用了先天无为 激活我们的不死明点 成为圣鹰 那么这个就变成了 耶稣道成肉身的基础 就是她没有等着青年 再去打坐再去修炼 因为她没破体的时候 人家就成生了 这是对孩童 这个未破体者 我们为什么重视东力营下力营 号召大家带着孩子 参与这种营 实际上这个就是 利用先天无为大道 孩子就在野地里跑 我们练功 我们在地零点修炼 他只需要在那周围乱跑乱颠就可以了 你不要让他跟你一起打坐 变了个小老头 变了个小老太太 不需要的 这是先天无为大道 在孩子未破体之前 是很容易通过诵经 通过一些供养法 别上西藏 西藏的喇嘛基本上是 小喇嘛都是在两三岁的时候被接到寺院里了 他不要换尿布了 能自己吃饭 能自己拉屎了 这个时候就接到寺院里去了 为什么 一直到他这个男孩十六岁嘛 破体之前 他已经完成了先天大道 自己体内的这个金刚佛的成就了 然后在慢慢培养以后 他在三十多岁像大宝法王 他就可以红法了 他就可以红法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有这种先天大道的修炼方法 是因为道体未破的时候 它本身就是道 道生之 德虚之 物行之 气成之 你很容易就圣赢成就了嘛 就是有一个不死的金刚身 报身成就 和肉体等身 这个就很容易成就了 今天你们接触了很多密宗喇嘛派的修炼方法 那么不太适用 为什么不太适用啊 你们几岁了 你们是不是十四岁啊 没赖利家 你们是不是十六岁还没有男女那点事 如果没有 如果都没有 那好 你就去跟那个喇嘛学 直接诵经供养 练本尊练什么 很快就成就了 他从小就是这样 师父就是这么带的 大部分现在在海外传法的这些喇嘛僧 基本上都是两三岁人家就在寺院里学了 人家在十六岁 男孩十六岁之前就完成了金刚身的修炼了 那我们这个时间干什么 我们这个时间都是在玩 这个世界太好玩了 你们玩 玩到现在半老许娘了 生了一点寿命也不长了 还在玩 还在贪 还在想过家里做一个好人 这个是很没有理性智慧的 那么我们这些人怎么修呢 我们寄破体以后 我们怎么修一个道体 变成一个金刚不坏的一个气 金刚气 一个道气 像女孩十四岁之前 男孩十六岁之前 恢复到那个返老还童的那个状态 在那个状态里面再来一个自然无为大道 你很快就赔出自己的不死今生 很快就成一个活着的法王 活着的菩萨 活着的阿罗汉 活着的神仙 活着的先知 活着的圣贤 所以是释迦牟尼教的学生 都是活着成菩萨的 活着成阿罗汉的 那么孔子教的他是圣人 他教出七十二个仙人 当时王重阳祖师 全真七子的全真道道发祥者 王重阳祖师教了三千弟子 练出七真人 为什么三千个人只练出七个真人 很简单 就是这个技术方法 师父都在同样的教 这个叫师父领进门 修行什么 在个人 你自己的人 人这个气 你没讨也干净 前几堂课我给大家讲 你还是大粪桶 你想用这个粪桶 来成就金刚身 那就是处不可闻的金刚身 怎么可以 所以我们只是重视身心灵 重视身和心的修炼 灵不用你灵 等你的身和心 都符合条件的时候 你的灵自己出来了 他现在为什么不出来 他为什么在八叶铁莲中 裹着八重铁莲 用了六十四挂 把它裹在中央 九宫八卦中央的九宫典里面 是个宫殿 外层裹着八重铁莲花 每重八个半 然后包裹着你这个 中央的这个不死明点 这一点零 害怕的是什么 害怕着被你这个粪桶 给熏坏了 你这个身体是粪桶 你的心是贪嗔痴一慢的地狱的根 所以他害怕 所以他不肯起来 出来 不肯展现他 如果你自己把身和心的条件 都调约好了 他自己会出来了 这就像一个童子 他童真无邪 但是我们现在的教育 是一个极其恶毒的教育 包括你的家庭教育 包括你的学校教育 都是很恶毒的教育 为什么 都是教给你如何贪 如何称恨 如何愚斥 没有智慧 失去智慧 失去理性 失去理智 如何怀疑 如何我慢 我判定的就是对的 我觉得就是对 我觉得就应该这个大我慢 一切以我为中心 有一个强烈的我直 形成了一个大我慢 所以整个我们的教育 就是这种木然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为什么要修炼 我们为什么要修炼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社会坏了 我们是首先觉醒者 我们是楷模 那么我们要改变 整个社会的 这种错误的教育 改变整个社会的 错误的发展方向 老师 这个社会 这个国家 这个地球 该我什么事 天下兴旺 匹夫有责 这是圣贤教育的根本 就是我这一辈子 不是为自己活着 我这一辈子 为自己活着 就没有任何的实在意义 我为了吃那点东西 睡那么一张床活着 你们在这修炼 条件很差 对吧 吃又吃就吃那么一点 睡也是一张土 你在家里可能有豪宅 但是在这只是睡一张土 那人生的需要就是这么简单 真的就是这么简单 你再多的房子 你一晚上能睡几间房 那么你睡几张床 贪婪 你的教育是这样 我必须要活得比别人好 我是有钱人 我的房子多 我的汽车大 我的什么什么好 实际上你们每一个都 我看都活得挺好的 无论钱都钱少 都没被饿死不是吗 那就是活得挺好的 不像前些年还会饿死他 一个人 关键不是去跟人家比高低 是跟自己比高低 跟自己比追求 我追求的不是这个 我追求的不是穿什么衣服 不是吃什么饭 不是住什么的豪宅 那你不追求这个东西 那就活得就会很简单 我们满足自己的活着的 这个物质的之外 我就可以做精神的追求 做自己理想的追求 那么就不是为自己活着 也不是为孩子活着 也不是为你的家庭 为你周围的亲朋好友活着 为整个人类活着 为整个世界活着 为整个众生群体活着 为整个141年的宇宙活着 这就奠定了 圣前思维的第一个条件 就是改变了这个条件 改变这个思维惯性以后 这个我们在修炼中叫调心 这个修炼 你能否真正的快速的入门 第一要调心 调心 校正自己的私心 一出来是不是私心 如果是私心 是我执 是自己的自以为是 知道 自己跟自己喊听 所以这个叫觉者 什么叫自觉 觉他 就是你起心动念 对还是不对 正还是邪 这就是觉者 什么是人家高级人士 高级人士就能够有自制力 有自化力 自制力就是拉刹车 踩刹车 不能再这样想下去了 不能这样坐下去了 不能这样缩下去了 身口意 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 做主人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有自控力 我想停 我就停 那么我们没有智慧的人 我们定力差的人 就是自制力不够 明知道这样做是错的 我还让他坐下去 不肯踩刹车 害怕踩刹车 不肯踩刹车 那你一致就是这么被动的 变成一个六道的种子在滑下去 这多可怜了 明知道前面是悬崖了 不可以走 为什么不急刹车呢 所以这个叫自制力 自控力 那么在高级的人 他有自化力 自化力就是 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 我把所有的不好的画掉了 把所有的好的增益了 也画得倍数多了 数量多了 质量高了 所以这叫自化力 不是这样蒙蒙茶茶地活一辈子的 那就是没有觉醒的人 所以菩萨无非是自己要觉 那就是要调心 调心 心不调 你在那meditation 你再怎么做 都没有用的 我的身体的姿势摆得好 其实做是标准的 我的呼吸法掌握得好 标准的 但是你的心斜了 你即便自己练出来了 你也是个大魔头 因为你自私自利 一切东西都要围着你转 不是你为众生奉献 是众生都要围着你转 那你这个样子的话 你的心斜了 你即便会了后面的条膝 会了后面的条身 你修炼出来 你也是个大魔头 因为我们在四向线 走向中 展现出来 这个道德走线的正向性 和负向性 处理六道轮回的目标 追求是一个高度 但是在你心不符合 众生道德律的前提下 你追求修炼 追求成圣 你是个大魔头 因为你的心斜 自私自利 只考虑自己 失去了仁义理智性武德 失去了天地人的三才的高规格 高要求 失去了纯德 纯道的追求 你在邪性轴线上 最后是邪魔外道 所以我们今天看社会上 很多人追求炼功 或追求炼本身法 他的心没调教 心没调教 他就变成了一个什么 变成了一个邪魔外道 就是调心 是我们修炼的第一要义 调心的目的是使自己的身场 能够做成一个自画的道场 把所有的阴暗的东西 邪恶的东西 在自己的身体里面 在自己的心里面邪恶的东西 能够经过这个道场 这个炼钢炉怎么样 把它给化掉 这个不好的东西 扔到火炉里 就没了 化光了 化成光明了 没了 所以你要建这个道场 你非得还要疏通你的经络 因为这个躯壳是要拿去烧掉了 最后 这个道场成了以后 变成了一个道体 烧的时候 这个道体不化 道体变成金刚 变成无量光 那你就暴身成就了 这是我那天给你们演示的 我们都要死的 从躯壳中都要出来的 人家成了金刚不坏的 我们是凡夫变成鬼神了 那么怎么样才能修成金刚不坏神 这个身体必须里面是有通道的 要使它通畅 我们人体有什么通道 大家知道的就是液体通道 对不对 你的尿道不通 龙壁 然后生病了 尿不出尿来了 使道不通 这个也尿不出尿来了 血液不通 堵塞了 这更麻烦了 偏瘫了 中风了 对不对 这个血管崩裂了 那么所有体内的液体通道 是必须是顺畅的 那么还有气的通道 必须顺畅的 气的通道 那么液体通道 也有4%的物质通道 还有96%的暗物质的液体通道 传输通道 那么还有气体的通道 气体通道 我们气管 支气管 毛细的支气管 这些都是后天气 4%的气的通道 要顺畅 你这口气要喘得舒畅 喘得顺利 这次冠病 为什么大量的憋死的人 就是最后不能呼吸了 完全不能呼吸了 憋死了 那么这个气 后天气4%的通道 你必须顺畅 那么还有一个气的系统是什么 4%的 96%的 现在科学不可测的这个通道 这就是经络通道 经络 有经络 有孙络 那么整个的它是一个巨大的系统 那么主干有十二经络 那么还有七经八脉 那么在高层次 我们修成不坏身还要有和天地连接的丹麦线道 天地的高量级 量子能量体 要通过这些通道进去你的体内 比方说那天 说大家求壁骨 那我说我晚上给你们释放一个信号 这个释放信号是什么信号 你只以为简单的吃一粒东西或者什么 我们在西方做壁骨的时候 为了让西方人最重要的是他要看到点什么东西 他就信了 你这个不让我看见我不相信 所以邱老师他到西方去传壁骨的时候 就把我们古代的壁骨丹 就是用几种草药 碾成丸变成的壁骨丹 每个人吃一粒壁骨丹 老外吃了壁骨丹了 他相信这个丹 他相信这个药 他可以不吃就不饿 你让他说 哎呀 没看见 师父这么就给我了 没看见 这不太相信 这老怀疑 老外搞个纠结 那麻烦了 说干脆这个样子 他才有壁骨丹给你 那实际上我们在国内跟师父学到 上班人学到 没有壁骨丹给你 就是师父说给了啊 大姐就说收到了 好了 这就有了 马上肚子就长起来 真收到了 他是96%的东西 他来自天地精华 哪里是 一个简单的就是肉体的 尤其你们到月夜大环丹 今夜大环丹 得到丹姆的时候 亮晶晶的那个小白点的东西 那完全都不是人间的东西 它完全就是来自高位空间 天道的东西 来自这个太上老君炼丹炉里的东西 叫玉丹丹目 金丹丹目 紫金丹丹目 有亮晶晶的玉丹丹目 金黄色的像黄金人一样的金丹丹目 那么还有紫色的透亮的紫金丹丹目 这都是在上面师父们 高位空间成道的师父们用宇宙精华浓缩出来的 眼睛看不到的东西 但是你的玄关力强的人是可以看得到的 我这个在新加坡已经开了这个课程 叫玉业环丹班 开课不久台湾我一个徒弟 就做了一个梦 他这个参加了一个高级修行班 结果在这个班上以后 他是负责开门关门的人 结果是等他要去关门的时候 我发现地上怎么全是很多亮晶晶的小点 他就跟他女儿就觉得太可惜了 这么高级的东西怎么就丢到这个会场了 他们就捡拿捡拿捡拿 放在一个容器里保管起来 事后他就问这个公项 这叫孟修 公项 说师父这是什么公项 我说很可惜 这个玉丹环丹报名参加的人不少 隐太世界来参加的人也很多 因为不修 不露身 不修道体 所以是师父给的东西 他装不住 这边给你 这边给你 从这儿掉出来 因为你这是个露的 你这个不够结实 所以你们这个班 我为什么特别强调命体的修炼 就是不要再轻轻的 就是一个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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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一个止观 不是 这里面我们把礼这次给你们讲透 你再怎么修还是不修 那是你的事 一定要礼讲透了 你明白了 再要不要命 你这辈子还是呼呼呦呦的 还是真正开始做一个实修者 那由你们自己去决定 不要将来等又一天 你们进到那种高量级的修炼班的时候 你们的东西也都是掉的满地都是 师父不是不慈悲 见着有份都给 你能装得住吗 你装不住 你漏了 这岂不可惜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现在要开启讲的东西 是十分重要 也就是一个道体的建设 道体的建设 也就是用气要在体内运行 是自己的十二经络 七经八脉 乃至七万两千条脉 脉脉通力 这两天让你们送黄庭经 黄庭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通力道路无中修 什么意思 就是你要学会着一口呼吸法 调息的方法 使这个呼吸向内呼 然后使自己体内的十二经络 七经八脉 经络 孙络 统统的都把它通畅顺略了 然后用这个再支撑一个毛毛虫的壳 一个蝴蝶 化遍之前的壳 还有纵向的脉 纵向的脉 这样转的 横向的脉 打斜的脉 打斜的脉 那么最后才能把那个什么 一个残蛹 一个毛毛虫化成蛹的一个残颈 一个脚壳 不露的一个道体 才能建起来 那么只有在这个不露的道体里面 才能够毛毛虫化成什么 蛹子 蛹子化成什么 蝴蝶 蝴蝶化遍是给我们人来做个样子的 你要真正的成就一个不死的身体 成就一个金刚身 真正的成就一个活菩萨 活神仙 活先知 活着的圣贤 你不经过这个改变 你就是一大凡夫嘛 有些人说的很轻巧 老师不用的 我想着成了神仙 我就成神仙 那是精神病 你的神经出了问题了 你想着是什么神 就是什么神 你不是神经病 你想着你现在是皇帝 你想想看看 让大家去皇宫里 你住在那儿 你试试 你马来西亚有皇宫的 对不对 你试试人家认你这个皇帝 想着我是皇帝就皇帝了 白日梦 世间的东西 你都不能想着 是什么就是什么 你怎么一个出生死 了生死的一个大事 怎么就想想就完事了呢 就成了 所以你不下一番苦功夫 不敢把自己的心安置 把自己的身改变 你就想着挂着号 就成了佛菩萨 你这是痴心妄想 大家现在修炼 已经是条件很好了 对吧 不冷不热 在这个地方还挺好的 那么夏天太热的地方 下去有空调 在一些冬天太冷的地方 里面有暖气 我们今天人类是福报大 但是惰性大 在这里面去享福 浪费时间 浪费人的生命 不知道求出离 不知道真正的 把道体建起来 之前跟大家讲了 辛苦三两年 逍遥一万载 那就是要你在三两年里面 按照老师的方法 去把自己的道体完善了 就用三两年就完善了 完善了道体的人 金刚不坏的经络 全是通畅的 身上百病皆消 清地平静 什么东西都完成了 那这个后面 它就自化了 因为你的道体金刚了 坚固了 它里面都是声光机制的 不不是光 有点不是光的地方 它很快一转 又变成光了 又化成光了 都自动化了 所以三两年就可以达到这个 但是你要得窍诀 用对方法 并且要每天的去燃 燃心灯 燃炉火 然后 深情长善息天 每天的去校正自己的心 叫调心 校正自己的 呼吸的方法 就调息 校正自己的身 坐如中 站如松 卧如躬 那个都有它的这个标准 所以这个调自己的身 调身形 调形体 但最后把自己的身体也调空 把心也调空 这个身体的身心两空王 就是要靠呼吸 没有了 把它完全止吸 挺吸 呼吸没有的状态下 你才能真正的进入身心两空王 在那个时候 九年时间 瞬间就过去 就是闭关九年不出来 在你的意识中 就是几分钟 只静坐了几分钟 我曾经给你们讲过 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 曾经坐过九个小时 从早晨天蒙蒙亮 到晚上天开始蒙蒙黑 一天坐了九个小时 刚好那个时候 没有事情烦我 家人也都不在身边 也不用做饭 也不用照顾他 自己就在家里 一坐 坐了九个小时 结果整个身体发生巨大的变化 为后期的修炼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所以大家要重视 重视窍诀 重视技巧 重视系统理论的学习 这个《黄庭经》的颂读 这个很重要 这是一个善巧的方便 当然是要在你三条的基础上再去颂读 一定要练止观法再去颂读 黄庭经 如果不练止观颂皇庭 那一辈子不能开悟 这上面写着 永至万变 可升天 可以超足九足 那是在你调了自己体内的场以后 送的过程中 内神外神 共同作用你身体的时候 使你的身体得到快速的光化 你的身体变成了一个道体 道气 在这个里面却引起共鸣 引起内神和外神的同频共振 调你的精气神的变化 那你送到一万变的时候 你真的完全是一个仙体 神仙体就像变成一个活神仙体 不是拿过来老师说了着急 我就赶紧时间要紧 就送完了 你这是个漏体 披拉趴拉刚才说 给你小亮点点的东西 披拉趴拉又掉得满地都是 你没进去你的身心里面 无非就是身心灵 灵不用你修 刚才讲了 只是需要它觉醒出来 就修一个身和心 身心最高的是两空王 身心两空王的时候 同时又在无量光中 用光化心 光化身 把心化成金刚心 把身化成金刚身 有了金刚心 有了金刚身 身心两不坏 在两空王之后 它需要是两不坏 坏了你没有意识了 你没有灵觉了 你没有本觉了 你就变成一个死人了 你变成一个朽木了 朽木不可雕了 那就完全就没用了 不是 必须是在身心两空的里面 变成心成金刚心 身成金刚身 最后身心结合 变成坚固金刚身 此生你才有机会 成一活的菩萨 活的身心 活的先知 为了你的身心 把它很好的调整 所以是把一些窍诀 我们今天这几天 把它给交给你们 然后大家反复讨论 把它变成自己的 掌握住 快速地使自己的身心 发生变化 使自己的身体 变成道体 我们现在是露体 那露体了 你要还原成不露身 这个需要你们 下点功夫 掌握这些窍诀以后 每天 就是上师闻道 仅能行之 每天都要做 每时都要做 想起来就要回归体内的自然 回归体内的炉火 回归体内的心等 回归心境长玄西天月 在西天月的静缘明相中 去做世间的每一件事情 所做都是功德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堂课的名字 我们给它起了一个 冥想禅修或者冥想打坐 三条的次第和窍诀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程 实际上这种课我们通常是 师父带徒弟才传的 也就是你是我的徒弟 我才传的 但是这次很感慨 人生几乎是瞬间的 你看对于死去的几千人来讲 他们染病来讲 谁想他会死呢 谁想到自己这么年纪轻轻就会死啊 谁想一家人都在同一个时间死掉 人生是个虚假的 你要追求这种虚假的 人的享受是没有智慧的 而在这个基础上 我也准备把这个课程公开 我们有一些课程是公开课程 这个公开的目的不仅利于你们 这以前都是我们在师徒传承中 师父是告诉极秘密的东西 说是原则上德行不好 或者是他的志向不坚定的人 是不能够深度讲的 但是这几天我反思了一下 我们还是把它公开 给所有的有缘人去学习 心里有掌声就行了 咱不搞恐怖 所以大家好好听 我们通常修炼三要诀 就是一个调心 调这个息 息就是呼吸 第三要诀才是调神 很多人重视七之座 多么标准 实际上这个是颠倒了 七之座虽然是要求 但是不是主要的 心不调 那么后面的喜不调 心息相依 这两个不调 你身在坐直了都没用 这是什么 这是西方meditation 和我们有传承的 师徒传承 这样的一个教学的 严格分水点 西方的meditation 基本上重视调身 就是这个身怎么调好 它在调心里面 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 至于说调心 它更讲不到第二次第和第三次第 我们这次分三次第来讲 实际是还可以把它更细 但是我们是为了大家掌握得快一点 我们只分三次第去讲 也就是调身 调心 息 身 各有三个档次的内容 你们中间有学过西方meditation 可以做一个比较 首先我们调心 调心最高的境界是心空意空 也就是心意下功夫的基础上 在第一个次第的基础上 最后要达到心空意空 这是我们调心的中级目的 但是分三个次第去调 那么第一个是什么 调心意 第二个是调神意 第三个是调灵觉 这就是调心的内容的不同 我们先说第一个层级的 第一个层级的调心意 是达摩西来无一字 全凭心和意 下功夫 心和意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主观意识 用主观意识做指挥使 指令内在的精气神 按照特定的规律和轨道运动 疏通经络 建立仓库 输入软件程序 建立光化自动化机制和安装系统 为生成光 储存光 凝聚光 应用光 做好准备工作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层级 第一个层级 也就是说你们上去 先要调心 找住自己的心里面可以做指挥使的意识主体 在我们的活法中 释迦牟尼因为讲了49年 所以他把我们的新意识 在波尔布 他用二十多年讲的波尔经里面 把我们的思维意识分析得特别透彻 也就是说释迦牟尼在讲的时候 他把思维意识分成了一百种 思维意识来细的划分 其中在思维意识的主体的前面 心体前面 他把我们的思维意识分成了八个思维意识 也就是前五识 识是识别的识 认识的识 第六意识 第七意识 第八意识 这是层级的不同 也就是这个意识 前五识低过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低过第七意识 第八意识高过第七意识 那么这个就是它是层级的高度的不同 前五识它是什么 它是眼 耳 鼻 舌 身 你这个五根 身体上有这五种根 眼睛 耳朵 鼻子 舌 身体 身体 那么它都有识别能力 比方说外面冷热 自己的身体知道 这叫触 身触了这个空气以后 它又冷热 刀子刺了手 疼 身触之后 知道疼 这叫触法 触法 那么这个触法 是因为你的身有一个识别力 身跟和外面的这个圆 结合起来的时候 产生的识别力 这个叫身实 身体的识别 然后这是我们心法的作用 是因为你心 使你的身体有意识 有这个识别力 如果你死了 你的那个真心 真灵不在体内的时候 别人拿刀子来割你 你是不知道疼的 因为你的身实完全没有了 眼识 眼识是眼睛的识别能力 红 白 美 丑 但是它刚开始是没有这个美丑的概念 那是第六意识的作用 前面只是看见一个东西 这是树 这是草 虽然这个是我们后天人的约定素成 那个树刚开始不叫树 刚开始草也不叫草 如果当时人类把草定名为树 把树定名为草 也是可以的 这是人类的这个叫支建立支 就是我们人类建立的共同的契约 我们都叫它树 你看见这种东西都叫树 我们看见那种都叫草 看见这个都叫人 你不要叫它畜生 但是现在很多人不像人像畜生 这个就是愚昧的像畜生 不是说坏的像畜生 我们通常说人坏了叫禽兽 畜生是人笨了 人坏了 笨了 愚昧了 不懂事了 没智慧了 我们通常说畜生 而说禽兽 柴昧了 人已经开始坏了 很坏的人了 用这个来行 那么我们的眼睛的识别力 是在看到那个东西 就看到了 不是没看到 知不知道它是树 不知道 什么叫知道它是树 第六意识做了 我们看到那个树没反应的 别人说那是个什么 你一定信 树 这叫知见立知 是无名的 对不对 西方它不叫树 叫春 对吧 然后太阳 它不叫太阳 它叫散 然后 那么 所以在西方在看那个东西 大家问 那个东西是什么呢 它说是散 我们马上就太阳 这叫知见立知 东方人的知见立知 华人叫太阳 西方叫散 这叫 那它就是太阳吗 它就是散吗 不是 这个散不是太阳本体 这个太阳不是太阳本体 它名 它是那个东西的名 老子说 名可名 非可名 你可以不这样叫它的 明白了吗 我们人为什么会笨了 就是你把人类约定速成的东西 当成不可改变的东西了 约定速成可以改变吗 我们人类统一开一个会 从现在开始 太阳不叫太阳了 叫阳太 散不叫散了 叫个什么名字 人类统一约定速成 那就改了这个名字 改了这个名字 所以大家知道 我们这个世界 有没有一种东西 可以约束我们的 如果你单有执着 被它约束 你就已经是一大凡数了 所以要见诸相非相 事件如来 就是所有的名相 所有的名词 所有的语句 所有的言语 都是人的约定速成 这是人的约定速成 那么在我们超越人的层次 要超越它 为什么我们要超越人 那么我们成了诸佛菩萨了 不就超越人了 你不再六道论回来 你不就超越人 难道猪叫那个草 它就是草啊 猪叫太阳就是太阳 你去问问猪 是不是这么发音的 在他们的意识体 是不是不是的 是你人的约定速成 人的约定速成 之间立了之以后 把你束缚住了 这叫妄想了之后 你执着 执着这些名词 执着这些概念 执着这些规定了 把自己什么 捆起来了 捆起来了 比方说我举个例子 我们在高速公路上 要不要遵守交通规则 要的举个手我看看 有些人挖起了 又放下来 坏了 这就是要在小心眼 师傅要问这个问题 肯定有 有的都嫌疾着笑 又放下来了 说要的是老实人 但是你们都在骗人 高速公路上规定 一百码子的时候 你们是不是跑到一百码 是个啥 在高速公路上 全部人家都跑一百二 你这踩着踩着 你不知道 对不对 这次在高速公路上跑 有个新手 我想让他 我不叫名字了 让他练一下 因为将来经常派他去加拿大跑 我让他练一下 他拿了驾照 年岁挺多的 真正开车 才开了那么五六次车 就是不会开车 这在加拿大路上没车 时速一百 十速一百二 这有限速的 我本来我是想休息休息 结果我是把那个手攥的这个样子 为什么 动不动一百四一百六 我们那是四轮启动的 又是那个大轮子的 又跑就一百四一百六 超速了 他说没超速啊 这不很慢吗 所以是规定一百二 规定一百 谁跑 如果真的就是看着那个表 那你一定撞车了 你会看着表跑车吗 你看那前面 你不想伪装 前面的带着你跑一百二 一百四 你早都超了 你还想着老是看着表一百 那你不撞车了 拐弯里面没有看着表跑车的吗 这个我不是鼓励大家超速啊 你们不要糊涂了 这讲智慧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懂的 这是什么 这叫打破之间 交通顺畅就是第一的 安全是第一的 然后不要被罚款 这是第一的 有照相机的时候一定要 要减速要停下来 有警察的时候一定要停下来 这是智慧嘛 你在变懂不懂 所以中国有个意 意是什么 意就是百变天王 意就是永恒的变异 永恒的调整 永恒的不执着 永恒的改变 在变异中不犯法 变异中不去出交通事故 不去出意外 人家要安全 我也要安全 你不是变异的 自己跑到一百八都不知道了 所以在新手来讲 他因为跟着前面的车跑 他也不知道多少速度 前面没车 他更不知道速度 跑到一百八还以为跑到八十万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就是什么 我们眼睛见色的识别能力 这叫眼识 眼的识别 眼识 这是前五识的 另外一个识 耳识是听声音 有声音了 好听不好听 那是第六识 那是第六识 这个是抖来咪发骚 听出音调来了 那是第七识 那比第六识还超一个级别 只是听 有个声音 没辨别它 有个声音 知 有声音 这就耳识作用了 有的时候你专心在做电脑 外面又是卡拉OK 又是什么 你根本没听见 这个就是耳识 没对那个耳尘 你没有反应 有声音吗 有 你听见了没 没听见 是不是聋了 没有 因为你专注一个思维意识 在做一份报告 在做一个工程预算 在做外面的其他意识都不动了 跟这个没有关的都不动了 所以你屏蔽了 不是自己耳朵出问题了 所以这个叫什么 这叫耳识 鼻嗅香 鼻嗅有一个味道 比如除了嗅香 它还知道一个氛围 什么叫氛围 氛围就是气场不对了 场不对了 这个老虎 狮子 它抓羊 抓鹿 抓些些动物 它很狡猾 它会辨别风向 然后辨别风向 它要躲过那个上风向 为什么 你们是一群绵羊 我是老虎 风从我这刮过去 我在这儿要抓你们 你们马上闻见老虎味了 跑不跑 早都跑光了 你根本就不知道 这是肯定早都 闻到老虎的味了吗 所以它一定躲在你们背后 这面刮风 它在被风那个地方抓 但是那个灵觉的羊 灵觉的鹿 它们就是没闻到那个老虎的味道 但是它的鼻子有一个功能 就是觉知 气氛不对了 危险来了 什么危险它不知道 到底是狮子来了 还是老虎来了 它不知道 因为没有闻到味 但是它觉得气氛不对了 这个场不对了 它领头就跑 领头就跑 这个鼻子还有这个功能 就是氛围 场性的变化 气氛不对了 对不对 那么你到人家家里办丧礼呢 那那个气氛马上是一个哀的气氛 对吧 同样一个家 后来人家又开始办婚礼了 那个家又是一个喜庆的气氛 所以它不在那个固体的物 而在于组合这个场中的物 人活性的这些生命体 刚才说 那狮子也不是人 老虎也不是人 但是它有个氛围 有个氛围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鼻屎 它有这个功能 这是将来你们都要用得到的 比方说我们昨天做这个法会 小法会 老师讲是一个场 老师做 开始做了 那就又变成另外一个场 敏感的人 他马上知道场性变了 有的人觉得有鼓凉风从地上跑出来了 那打开地狱门的时候 请地狱动生上来超度他们 他这个场刷就变了 有的时候 你们送度母真言的时候 心咒的时候 马上都大部分人哭了 绿度母他慈悲 他是观音的眼泪 他那个氛围就不一样了 因为上面的师父下来的不一样了 是度母在上面开始主持场 阿弥陀佛来了 他又是一个氛围 又是一个变化 因为里面的主角 从不同的主角 它变化 场在不停地变化 所以打开地狱门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凉悠悠的一个场 马上就感觉很冷 这就是什么 鼻屎的功能 鼻子识别的功能 舌头有肠味的功能 舌头还会释放一种影响力的功能 就是我们要说服一个人 要有影响力 要有号召力 那你要通过你的舌弹出去的能量 产生一个场性 使这个听闻者的心动 你的舌动 他的心动就相应上去 你就有号召力 就有影响力了 这是舌的功能 舌食的功能 它除了有尝这个咸 口啊 辣啊 骨味的功能之外 它还有什么 它还有释放场性的这种功能 这叫我们的舌食 那么眼耳鼻舌身 这个都讲完了 这是前无时 这是意识的 在心法中的前无时 第六意识它是什么 第六意识开始辨别了 二分法了 眼睛看到绿的时候 没有任何起念 一片绿而已 然后突然有个声音说 哎呀 为什么是绿的 红的不去更好吗 这个时候你的第六意识产生作用了 就是分别了 不要绿的 要红的 不要红的 要白的 不要白的 要什么颜色的 你的心动了 这个时候就叫第六意识动了 那么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动呢 这个就是你的惯性 你从小脑海中就有这么一个喜欢和不喜欢 养成这么个习惯了 我一直喜欢绿的 当然这个跟自己体内的五脏有关系 我们今天不展开讲 五脏的能量缺失 比方说你肝精缺失了 你就老喜欢绿的来补你 所以你就喜欢绿的 你喜欢红的就是你心精缺失 然后心精的能量 它是带火性的补你 所以你就喜欢火 喜欢红的 多的你就排斥 这个颜色我不要 因为我足够了 所以我不要 所以这个都跟我们的生命 五脏六腑的这个能量 属性有关系 但是根性是什么 根性是你养成的 此生的知见利质 此生的知见利质 从你开始有记忆开始 甚至没有记忆的 在婴儿期都会受影响 都会成就 妈妈总是穿一个绿色的外套 绿色的一个衬衣 那你从小的第一眼看就是这个颜色 然后你就爱上了这个颜色 那你就爱妈妈 这个爱无极物 这都是一种熏染 熏染 所以第六意识基本上是我们此生 养成的一种惯性力和经验的积累 这个积累把它存在哪呢 所以我们有一个仓库 在我们今天的思维科学研究中 并没有达到 斯基哈姆尼或者耶稣基督 或者老子这样的高量级 高级别的研究成果出来 他们只是借助仪器在研究人的思维 研究人的心识 没有从更高层次的体道于身体道于心 轰达引太世界这样的一个水平 来了解心识结构 所以说他讲不到这么深 那么第六意识储存的东西 我们学习 我们看到的 我们听到的 耶尔比什深 接触的东西 要储存到一个仓库里 这个叫第八意识 第八意识的再提是什么 眼耳比什深的再提是眼耳做它的再提 做它的工具 第六意识的再提 今天科学家找不到 为什么在心意上下功夫 第六意识的再提 在古代已经准确的定位 它是我们的体土做再提的 就是我们真正的记忆体 我们这一生的经验 累积的所有的东西 是以体、胃来做记忆体的 来做记忆体的 当年苏东坡夏天梅雨季节 南方中国南方老下雨 这个潮湿什么都发霉 书生人家都晒被子 书生要晒书 都发霉了 不然就变黑了 又霉菌了 苏东坡不晒书 晒肚子 一个大肚子 放在太阳底下晒 别人就问他 人家晒书 你晒肚子 他说我这满腹精伦都在这儿 这就是古人早都认识到了自己的 第六意识学习的经验的所有的东西积累 实际上是在自己的脾胃储存的 所以一旦胃不好 你的妄性就特别好 你的消化系统不好 你的妄性就特别好 特别好 你的记性不行 到老了你吃东西不行 脾胃没力 所以就老年痴呆 记得过去的事 不记得现在的事 过去的东西你储存在哪 过去的东西储存在 第八阿赖耶使的一个仓库 叫种子使 那么谁把第六意识的东西 转化到送去第八仓库里面去储存呢 可是这个时候 这个智慧者发现 那么有个第七意识 第七意识 他是负责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 意收集的东西 储存到第八意识的一个使者 到仓库里的送去储存的一个使者 第六意识动心以后 要有大量的东西 供给自己的眼耳鼻舌身 去发生作用 所以第六意识惯性动了以后 他需要大量的资讯 信息 这个软件去指挥自己的眼耳鼻舌身 做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第七意识它还有一个功能 他必须去第八意识库里面 找相关的资讯 供应第六意识做指挥使 指挥眼耳鼻舌身发挥作用 真正的前线第一指挥是第六意识 中间传达前线指挥官和中央司令部的部分 是第七意识 它这个叫传令官 来回传令官 中央决定意识是 第八意识 第八意识叫阿赖耶识 阿赖耶识它不单是我们今生意识的总存 那么还是我们过去 你过去七世 甚至更久远的意识的 这个载体都在第八意识里 那么第七意识是我们的心 发挥作用的 载体是心 这个第七意识是心 第六意识刚才说是脾胃 那么第八意识的载体是什么 很多人以为是大脑 实际上错了 今天我们可以准确地告诉大家 这个第八意识的载体叫DNA 就是你们的双楼弦 父和母以及过去七世父母 纠缠储存在DNA中的 记忆全体 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 使用自己的DNA不到3% 有97%以上的DNA 科学家之前称之为垃圾DNA 实际上今天他们不再这样讲了 他们发现有些特异功能者 有一些特别灵异的孩子 他实际上他前端的DNA 不太怎么出信息给自己的身口医 而是后端的 在那些垃圾谷里面 垃圾DNA里出来的东西 使这个孩子具有了先天的秉赋 比方说我们国际上有一个小孩子 当时他三岁就成为一个著名的钢签家 他为什么能够这个样子的优秀 三岁你学了几个谱子 所以是最后科学家断定 他是前世就是一个音乐家 那么他因为强烈执着 下一世还在做音乐家 所以他把今生的记忆屏蔽了 今生父母给他的DNA压抑了 展现出他上一世的记忆 那么这就是在DNA中上一世的DNA中带过来的 那么我之前遇到一个小孩 这个爸妈领着他来 然后当时呢 这个爸妈以为他中邪了 被某个鬼什么附体了 所以是那么找到我这里来 找到来以后 他爸妈说我说怎么回事 他说经常他发愣 然后发愣的时候就 我们跟他说话他完全把我们当真空的 好像连看到我们都看不到我们 然后吃饭吃着半窑他挺下来发愣 后来那个小孩子很小嘛 三岁左右我就跟他沟通 我说小弟弟呀 你现在告诉我你在听什么 你为什么会发愣 他说我在听那个钢琴在弹琴 他妈一听这不更闹鬼了 钢琴的没有人 他这听钢琴在那弹琴 这更闹鬼了 后来我说那你现在听 他就听 他就回到那个场景里面去听 我跟他同步意识上去就进去他那个境界 哇 好美哦 那个音乐声 他那个欣赏着我也在跟他在欣赏 他妈一看又多了个精神病 找个师父治病 师父也神经病了 然后我出来以后跟他妈说 我说这孩子 上一世是个音乐天才 这一世带着记忆来的 我说他的耳朵跟你们不一样 他可以听到风波钢琴的声音 你们知道琴键 对不对 琴键下面是一条条钢丝 对不对 然后你家里的风吹过钢琴的时候 那一般人 因为他特别低听 你听不到那个风波钢琴的 那个天音 这个叫天籁之音 就是一般人的听不到 那小孩的耳朵 他这个音乐家 他天赋特别强 他马上就听不得到了 我说这孩子没病 你再不要找他看精神病 我说这孩子是怎么办 从那儿他爸妈就是培养他的音乐天才 不再找他看病 后来这小孩特别出息 所以大家要知道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第八阿内耶什库里的东西 天才儿童压抑了今生父母的DNA 因为今生父母不是音乐家 压抑了这个 展示了过去十字路 这就是今天很多法王 比方大宝法王他转世 他有一点可惜是因为他 真正被培养 他是十几岁才开始培养 他如果当时两三岁就开始培养他 他的前端意识就是 这一世的意识完全起不来 直接就叠加了上一世的意识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开始培养 已经晚了 为什么 他沾了很多食粗的东西 现在也传出很多他的丑闻 那没办法 那是人的人性 因为他在十几岁在成长中 他已经被染上那个东西了 但如果两三岁他就没染 他就没有人的欲望 完全不会有人的欲望 但是他染了以后就有人的欲望 这是大家要知道 这是什么 这是意识 有八个 调心你必须要了解 你必须了解 你再使用第几意识 再修正 所以调心如果不讲清意识体 不讲清意识的级别 上去就在那个地方调 你就是一个盲修侠脸 因为你没有决心 你不知道你在使用第几意识 那么我们这个主观意识 刚才讲了 主观意识主要是第七意识 第七意识 它是一个成前起后的意识 他这个通常是听第六意识的话 从第八意识 库里往外拿东西 如果一个有修炼的人 有定力的人 他可以使第七意识 做第六意识的决策者 也就是当第六意识 也就是当第六意识不对的时候 产生惯性力的时候 第七意识可以启动自己的左思右想 前思后想的这个本领 终止第六意识的决策 不让他发生错误的指挥 如果不修炼的人 不修定力的人 他的第八 第七意识是没有力量的 他只能横顺着第六意识 在作用 我经常讲课讲到 四川人喜欢吃辣椒 他一吃饭 他就要去找辣椒吃 结果呢 我有一年 跑到重庆去出差了 出差了以后 重庆朋友就特别的热心 拿他当地最好的东西招待我 是什么 重庆火锅 麻辣火锅 那个时候麻辣烫都是路边摊的 这个高级宾馆都是麻辣火锅 第一顿吃麻辣火锅 第二顿还吃麻辣火锅 第三顿还是麻辣火锅 结果我变麻辣火锅了 我就拉肚子嘛 山东人从来 没这样吃过那么辣的东西 然后不习惯就拉肚子 本来是要去跟他谈生意 这个病了 不行了 一病不起 我说不行了 我要回去了 在这儿就死了 完了以后 他们还不知道咋回事 我回去了 医生才告诉 你这个肠胃不适合吃辣的吗 止不住蟹 老是蟹 火太大了 老是蟹 那人都要虚脱了 回去了 这医生才告诉 你不可以吃辣的 他给你方法 慢慢地把这个辣清出去 恢复了 恢复了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一个人 不是高级人士的话 他不知道 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 一个有定力的人 一个高级的知识分子 高级的决策者 他会站在第七意识 他启动第七意识 他会站在别人为中心上面去考虑事情 这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第七意识 他老是执着第八意识为自己 第八意识又不肯发号施令 所以他就前面的第六意识 就以自己的惯性发号施令 那么变成第七意识 没有自己的主心骨的时候 顺应自己的欲望 顺应自己的惯性 就去调动那些资讯 给第六意识使用 他自己不采用决策力 他比第六意识高 但是他不自己发生左思右想 前思后想的作用力 只有修行人 左思维修 左思维修 这是古人开始训练 我们成为一个高级人 开始拥有的智慧 什么叫思维修 就是凭是遇到事情 我的第一念想做 我不要做 不要做 不要做叫什么 三思而后行 三思就是启动了自己的 左思右想 前思后想 说是这个时候 来在思维修中 做自自己的选择 那叫 己所不欲 勿施什么 利人 就是站在别人的角度 考虑问题 考虑问题 那如果这个朋友 他站在我的角度 我是个山东人 不吃大 这个角度 那他至少会尊重你说 张总 咱们去吃麻辣火锅呢 还是吃你的山东菜 对吧 那我可能是 感觉人家热心 人家最好的东西是麻辣火锅 你不吃 他伤心 那是招待客人最好的东西 那我可能站在我的角度 我要顺着地度的意思 去吃一顿麻辣火锅 但是吃了会伤身体 所以第二段你问我的时候 我会说 你带我去吃山东菜馆 不要吃麻辣火锅 我会 但是你又不会问我 又把我领去了 惯性 他的惯性 他总结那是 我就是对你好 我就是对你好 但是他就站在他喜欢的角度上 因为我喜欢吃麻辣火锅 我不知道你不喜欢吃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低级人 他会丧失很多机缘 因为你没有从来不站在别人的角度 去思考问题 去分析问题 去理性的 我们为什么叫仁义理智性 智就是在第七思维意识上的决策上 你必须能够hold得住 把握得住 做主人 所以是第七意识 他必须如理思维 如理思维 如理思维以后 那么你第六意识要这样做 No 不可以 为什么 他有决策权 不给你令旗 不给你令牌 你调动不了第八意识库里 所有的资源 去支持你的眼耳鼻舌神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修行人要有一点定力 定力就在第七思维上 不要跟着自己的自我判断 不要跟着自己的惯性思维 受自己的第一个意识的影响 因为前面出来的都是第六识 一跳出来他就不加思考 不加思考 那么在我们华人里面说 这个家伙不要跟他做事 因为他做事从来不用大脑 不用大脑就是没用 因为你用了脾胃 大脑就是 我们就是心识 上去使用的工具 就是大脑 载体是心 它的办公室是大脑 这是大家要知道 我们只有左思右想 前思后想 最后再做决策 那么这个决策往往是相应的 如果是第一念出来 马上就照着去做 这个就是反复 我们有钱 一想银行有钱 银行有钱 咱抢银行 这就是第六意识 哪有钱我们去哪拿 这有什么不可以 但是第七意识一出来说 不可以啊 那保安啊 那枪啊 这个被抓了要坐牢啊 这算你来算得去 没有把握抢银行成功 然后就不去抢银行了 然后你就不坐牢了 如果我们银行没有保安 现金摆在桌面上 谁都可以去拿 我想你们都变成抢劫犯 这没人管嘛 也不坐牢 抢了也不坐牢 然后这个随便的 也不是你的钱 但是你可以去拿抢 但是也没保安开枪 也没有警察抓你 抓了也不用坐牢 那我也带头去抢 但是第八第七意识一思考 不可以啊 我也想抢 但是不可以啊 这个要坐牢啊 毁了你的人生 也不道德啊 那不是自己的钱 掉在路上都不应该拿 何况我们要 所以是第七意识才决定 你有一个道德标准 遵从人间实俗的道德律 遵从隐太世界的名律 这是我们第七意识 给我们定下的一个规则 而在这个时候 我们智慧者才选择 有所做 有所什么 就变成了一个智者 如果是任由第六意识 我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这就变成反复了 这就变成什么 这个受害者了 你就被这个社会所惩罚 被规律所惩罚 人类今天堕落得不像样子了 大部分人 都是以着民主自由的这个口号 然后导致了什么东西 导致了自私自利 只管自己 只管自己的小团体 不管别人的利益 只管小政党的利益 不管整个老百姓的利益 没有用大脑 纯粹用了自己的独夫思想 就是我要我就要这样 我根本就不去思考 我们为什么要界定会 要修学智慧体系 我们修学 我们不是练那个气功 不是练那个简单的养生 而是要使自己这一生 作为一个智者 我们所有的修炼 你建一个道场也好 你跟这个宇宙虚空合体 变成大道场也好 那么我们都是为了会 开会 拥有高端的圣者智慧 使自己这一生量力 使自己接下去的生命 不再轮回 能够自己做自己的主人 所以对这些智慧课上 每个人都是必修课 但是你们之前是没有人讲 学校不讲 宗教里面现在是末法时期了 更讲不出来 所以说我们OSS百年教育平台 正在组建这样的一个平台 就是真正的智慧教 真正把这个八十是什么 给你分析的 那你要有觉悉 什么叫觉者 你要觉悟 我的念头起的时候 是第六意识 我的念头起的时候 是第七意识吗 我这个念头是 第八意识里面蹦出来的吗 还是我的眼睛有问题 还是我耳朵有问题 眼耳鼻舌身都没问题 因为他不会思考 只有到第六意识才会思考 眼睛看了 没反应 你在地铁站 在汽车站 看了很多人 没一个反应的 不认识吗 看了 看没看 看了 没反应 突然看见你二哥了 哎呀 二哥你怎么也在坐车 他有反应了 为什么 第八意识里面 有那个人叫二哥 眼睛一看 跟第六是一节 信息一掉 第七意识 把资料调给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让口喊 二哥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 你的智慧体系 你的思维是这样的一个产生的 所以是眼耳鼻舌身 都没善没恶 他自己没有善恶的 这个区别的 第六意识区别 那么我们修炼用什么 修炼 第一要思维修 思维修 就是 思维修 就是控制自己的 眼耳鼻舌身意 这六根控制他 不是把这个指挥权交给第六意识 是把指挥权 把握在第七意识 因为第八意识完全不指挥的 他是一个逍遥派的 他不管事的 谁你们怎么办 我只负责收鸡储藏 我不管事的 你能拿善的 我就收藏善 你拿恶的进来 我就收藏恶的 不管事 只有第七意识 他是一个善恶的 分水岭 就是第七意识 任由第六意识去做 基本上都是自私自利的 因为是你一生的养成的惯性 和过去第八意识库里的惯性 以自我为中心的 任由第六意识去做主 他一定是一个自私自利 站在自我的立场 站在自我家庭 站在自我社群 自我的一个小圈子里的 这样的一个自私自利的一个东西 那么第七意识起来以后 就是我不能只管自己 我要奸挤天下 我不是独善其身 我要奸挤天下 我要如母众生 我了解生死轮回是真实的 我了解过去我也多么荣耀过 我这次去拉斯维加斯 有个学员就让我看看 说师父 你看看我这一辈子有多少个孩子 我说是命盘你看了 大概就四五个 难道我不可以四五十个吗 还有你看看我要找多少个老婆 才能生这么多孩子 然后我简直是无语 什么年代的人跨越时空穿梭过来了 后来我才知道 他找人算命了 人家骗了他不少钱 给他算出个皇帝命来 说是在唐朝 他是唐太宗 唐太宗三宫六院七十二妃 生了一百多个孩子 他要还原到他从那个年代去生他几十个孩子 娶多少个老婆 你们看 一个完全没有大脑的人 对不对 你完全不肯活在当下的时间空间 你即便你上一辈子是唐太宗 你现在是谁 你现在就是一个厨师 你现在就是一个小职员 你做什么皇帝梦呢 自己乱七八糟 乱搞男女关系 整个的事情阴阳麻烦 所以大家要知道 挺可怕的这个事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不肯用第七意识 那么我们生上世事 你们做过皇太后没有 你们做过贵妃没有 你们做过什么什么没有 都做过 或者说生死轮回 这么广大的一个时空 你什么都可能做过 释迦牟尼告诉我们 护卫父母 护卫兄弟姐妹 护卫夫妻 这个是一个 就是这么轮回的一个关系 才有缘聚在一块 但是此时空非彼时空也 你要活在当下 这就是第七意识 牢牢地执着在道德律上面 一夫一妻制 那就是一夫妻 不能乱的 不能乱的 像你们如果是换个身份 好像能娶四个老婆 那你去换身份 对不对 好像华人也不行 那你想就换身份 要么就老老实实地 遵从这个规则 你乱的什么劲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是第七思维意识 他知道当下 如理思维 牢牢地掌握着 我们的人生的发展方向 牢牢掌握着自己的取舍 控制自己的前面的六个意识 实际上第六意识叫意识 前面只能叫十 因为它没有意 意没有动 心没有动 你看中文的意字 是个音乐的音 下面一个什么 心 音就是波动 波 音波 量子 物质的第二属性 波动属性 颗粒 波动 意识 它是波动属性 那么它这个 心一动产生意 心不动 没有意 所以心脏的心 我们心的上面 是不是没有意识的意识 不动 不动就是心 不动心 这个真心 意是八识 八个意识 不动心 上面没有音 没有波 如如不动的 冥冥静觉 永远金刚不坏的那个心是什么呢 在佛法中安立了第九意识 叫阿摩罗识 大圣佛法 只讲到八识 小圣佛法 完全不讲八识 完全不讲心识活动 只是让自己的心识去觉知你的肉体的存在 走路 脚跟抬起来了没有 脚趾放下来没有 哪个脚趾用力了没有 抬起来了没有 拿起来了没有 放下来没有 只是这样心和身合一 喜宴那个心识 它没有分出八个意识去分析 大圣开始讲八识 并且讲到第八阿里耶识 也叫如来藏 有净分和染分 净分就是八识这个酷 近虚空变法界 没有被使用的部分叫净分 已经被存上东西的部分叫染分 就好像我们这个屋子 空的这个部分叫净分 放了桌子 放了电视机 那个部分它叫染分 它有这么一个区别 这是大乘佛教 那么在密法要帮助你明心见性 密法第一开始就是明心见性 一切的所有的作为 包括我现在在教你们的 就是要赶紧地让你自己明心见性 明心见性者 那么就要使用净分 不被染分去左右 并且使染分里面的净分 也能够解析出来 那么在密法中 无论唐密还是东密 还是藏密 还是道家的密 还是耶稣的密 那么它普遍的安理的一个地久真心 在道家里面叫真我真心 在佛门里面称为阿摩罗什 在伊斯兰教称为真主 所以是那么在基督教称为上帝 你要找到自己的上帝 找到自己的真主 找到自己的真心 所以是这个呢 就安利一个什么呢 第九阿摩罗什 第九阿摩罗什 尽虚空变法界 是一个整体 整体不能用 所以是能够聚则成形 再愣眼睛说 圆成一心 所以是一个湖里很多水 你这个整个 想把整个湖里的水拿去用 你有什么办法 我们可以拿一个瓢 从湖里咬一瓢水来用 用光了我再咬一瓢水来用 不可以吗 可以的 这个在我们的密法修炼中叫什么 宝月轮法 月轮观 宝月轮法 也就是要在你的额前 把这个近虚空变法界的光 真光凝聚成一个宝月轮 用此真心 这个叫什么 这叫第九真心 这叫阿摩罗什 是超越了我们的这个八十的教育 这个更清楚 更容易讲 所以所有的你们曾经修过密法的 都记得你们的上师教给你们的 是要在月轮里面 月轮这个球形的 这个透明的月轮里面 画出一个莲花 莲花里面有一个金刚柱 莲花里面有种子字 莲花里面有上师的影像 有诸佛菩萨的影像 讲的是这个 但是大部分的传承者 我接触了很多 因为我不像你们 我好研究 你们是好研究吃喝玩乐 老师是好研究怎么成佛 然后他们就是要想象着有一个什么 月轮 想象着有一个什么东西 莲花开的 想象 这一想象是第几意识 想象是第七意识 这开始动脑了吗 第六意识你完全就是去想象个屁 去喝酒 去唱歌 你想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不去思维修了 不去修炼了 做一大凡夫 第六意识的关心 第七意识才我要修炼 我要想象 但是第七意识是真的还是假的 假的 一假一切假 八十 通通是我们的思维意识的作用 不是我们的真心金刚体 真心金刚体 禁虚空变法界太大不能用 刚才我说 但是我们可以使它聚成一个小点 聚成一个月轮 聚则成形 聚精会神 聚则成形 散子为光为气又不见了 所以我们修炼 为什么每次让你们一定要心静长学 这是你的禁虚空变法界不坏的金刚心的 凝聚起来成形的真心 一壶里的水和你条中的水是同一个水 我们的心禁虚空变法界 我们这拿出来一个月轮的心 也是这个法界心 只不过是我们为了应用它 心造万法 心画莲花 心画心灯 心画诸佛菩萨 心画 但是这个时候都用的第九真心的法界光去画的 你用一壶的水去养鱼 用一瓢的水去养鱼 那个水是一样的 鱼都可以活的 你用整个去虚空法界的光 和你这个月轮里的光 都是同一个光啊 当然就可以心造了 心静长弦西天月 是你在没有意识的状态下 恍息呼吸中要出来的月轮 刚开始看到的是一片什么 一片无量无边的光 哇 闭着眼睛比真的眼睛还亮 YES 但是这是什么 这是虚空葬 这是虚空葬 虚空葬心 如来葬心 太大不能用 当年经说 圆成以仙 然后在京津之处 律以成地 什么意思 就是在你要做的事情上 这个点上打 我们要放导弹 放导弹要有一个瞄准点 是那个点 就是那个点 小的不得再小的点 因为那个点找准了 你就在中心就爆炸了 如果点找偏了 你要往美国放个导弹 结果是那个点搞偏 打到英国去了 这个叫精准度出了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使自己的宝月轮 化成点 化成一个月轮 或者乒乓球大小的光 或者是斗略大小 或者是针尖大小的光 就是最后 记住 大家记住 我们修炼的核心机密 修小不修大 修慢不修快 你们急呀 急着往下炼 月轮还没升起 就开始用月轮了 这不就假了吗 为什么要那么快 口诀师父告诉你了 修慢不修快 慢慢地来 让他去则成行 让他精进一点 安放在我要去的那个地方 这是要瞄准他 这都在调心的内容里面 还有一个就是修小不修大 你大是一片 我要定准那个点 精准打击 一个点就是那个点 就要定住那个点 你不能弄一大片 说大概大概 大约在那个位置上 哦 那你就没定准那个点 所以老子说 剑小月明 所以大家要知道 要慢慢买 别着急 把月轮没锯起来 没锯成斗略大小的光点的时候 没锯成真间大小的光点的时候 你这个点是不太容易达准的 不太达准 那你就没有在那个中心开花 你的反应就不会来的 不会来的 那么为什么 你在第六意识里面 想股票 在想待会儿吃什么好吃的 你在惯性意识里面 你的第七意识没有真正做主 第七意识真正做主 所有的干扰都不能干扰我 念头会不会起 哎呀 我那个股票还没清仓 今晚上会不会再跌 哦 那你的那个杂念纷飞 第六意识在那杂念纷飞 对不对 但是出来了那个念头没有出来了 出来管不管不管 管什么东西 就是师父说明点 现在往泥王宫进 你脑子在想股票 这个指挥使要指挥着 第七意识要指挥着什么 指挥着那个明点进去 这边还在胡思乱想 什么时间胡思乱想不见了 无人无我一片光芒 啪 自己没了 你还有妄念吗 没有了 所以如果退出 哎呀 我去看盘算了 我不要练了 完蛋了 你被第六意识怎么样 拽出去了 拽出去了 说明修行人的定力是在思维修 这是在正法中特别强调的 就是你们在打坐的时候 会不会有杂念妄想 一定会的 因为我经历过 怎么可能没有 但是我就不管 我就牢牢地自己做指挥使 第七意识做指挥使 指挥自己的精气神在体内变化 接在心内运天经 有心做自己的主 第七思维先是心 八十都是心 虽然是甲 借甲修正 借甲修正 那么刚才老师说的月轮 然后精明出来以后 实际上这个时候 是在你调深调息之后才出现的 不可能上去聚越来就出来的 那个时候只是输入了一个软件 要这样自动化地完成 它最后打成这个结果 这是结果 输入在这儿 要这个月轮引现出来 心境长弦 习天月 这是软件 这是程序 完成了没有 没有 它要经过什么 到颅脑腔 到胸腔 到下腹腔 这些所有的程序 工程程序 一二三四五 做完了 砰 那个地方怎么样 哇 这个结果才出来 听懂了吗 听懂了 所以是修炼是有次点 你不要上去 我就看到月轮了 那你就八地菩萨了 都跟你们讲了 如果是睁眼闭眼 都看到像我一样 看到月轮在呢 亮晃晃的 继承多大就多大 放到多大就多大 那就是八地以上的菩萨果 是不是 那你没有 你现在不可能达到 为什么 你的中脉不通 你的任督不通 你的毛友不通 你的横向脉不通 你的道场没起来 你还是这儿少一根条子 这块没编完呢 这边框会吗 边框 边框不会 那个框 成苹果的木框 木条框 如果是少了几个树枝 这边是不是一个大洞 这都是脉线 这都是脉线 那你的脉线不通 这就等于少了一根 纵向的支柱 对吧 少了一根条 那你这不是露出去了 师父给了你无量光 你也露出去了 有的人希望师父加持灌顶 我一看过来 哎呀算了拍拍头算了 为什么 我拍多少都从这都出去了 我给你拍进去干什么 我给你倒进去干什么 你成倒气了 师父按住你的头不动了 下面扶枪给你灌满 胸枪灌满 胸枪灌满 你那全是露的 我的也不见了 再咯咯咯咯 我的也不见了 那给你是浪费的 这是个刀场 刀场你没有建立起来 你这个气没有完整它 你没有边框边手 你把它编好 你到处露 你干什么 你这想着心经常言习天语 有的人说老师这个 老师念念不出来 偶尔他去搬服 啪出来了 高兴 为什么 你是个漏的 但是周围都是满的 我姐姐了 姐姐那个厂里是满的 你是个漏的瓶子 但是把你瓶子摁在水缸里 你瓶子也满了 是不是 但是你一旦离开那个大缸了 你把瓶子自己带走了 那不是又漏了 又漏了 越轮又没了 这个道理你就搞懂了吧 所以我在的地方都是一个道场 天龙八部护发 上中下三界护发 然后自己的又放金刚剑 把金刚弹成放出去 那就是一个大缸 一个大水池子 里面都是水 所以你这个小漏气进去 很容易自己就亮了 但是你一旦把你这个东西拿出去 完蛋了 自己漏了 对吧 所以大家知道在场中有 为什么我在槟城给你们建一个点 但是你们都没有好好练 槟城是个什么点 是喉轮的龙珠所在地 这个槟城岛 以前有个员工跟着我 他走到槟城大桥 槟威大桥中线 他那个场是刚好到那个桥中线 他自己越轮亮了 然后高兴的 师父我练成月轮了 他说亮的 花好明晃的亮的 我说你个小型眼 他说那么亮的吗 真亮的 我真看见了 我说这不过是槟城龙珠 这个场性太强了 然后激活了你的这个松果体 激活了这个月轮 哪是你的 他说我才不信呢 他说我练得挺勤快的 我说你不信 你等着我们回去的时候 离开 我们驾车 离开那个大桥 你再试一下 真的一离开大桥 碰就没了 离开槟城的 槟城那么好 为什么你们这些 槟城来的没一个成器的 没成功夫的 我经常跟他们讲 我上次带去尼泊尔 到了黄庭 到那个镇 那个飞机最危险的 那个冲上去的 那么你们中间有人去了 他们说师父 这既然是全球的黄庭点 是不是这里的人都不用修炼 就能够成佛啊 我说那个狗天天在那 狗也成佛吗 所以你不得明示不知窍 不真实的去建道场 去安利自己的体内的能量 这是漏的吗 漏的 他怎么可能能成佛啊 他不是一个道器 不是个道场啊 他怎么能成佛啊 所以大家要知道 西天月的起来 是我们的菩提心的第三 三摩地菩提心 十项菩提心 这是成佛的种子 没有它你不可能成佛的 没有它 你不可能成佛神仙 你不可能成贤侄的 不可能成真正的圣仙 所以大家知道 阿罗汉都要有一个头光 因为阿罗汉它是圣仙 它出六道轮廓 它的头光是圆明的 到菩萨它就要有星光 你们看那个光圈啊 弄个大光圈 所以有的人装自己画一个这样的一个轮 这样代表自己有光圈 你不知道它是个球形的 它是以这个龙脑腔中间 它是个球形的这么一个立体型的 新轮出来的星光也是个立体型的 然后佛成功的时候 深光也起 夏丹田的紫气升起来了 所以是葫芦 下面一个葫芦肚 中间一个葫芦肚 上面 所以要练什么 上 中 下 三丹田 都充满光 你最后你才能够三光圆明 头光 星光 深光都起 你就成佛了 阿罗汉只有一个头光的 菩萨开始有星光了 佛才是有深光大圆满的 所有的修行 从这开始就是要把第九真仙 这个十项菩提心寻导 找到 在那个上面下功夫 你才能够真实的成就 真实的成就 所以这个调心调到这个份上了 越轮出来 越轮即是十项菩提心 这个时候才说菩提心定了 三毛地是定的意思 就是稳固了 坚定了 不坏了 金刚了 在这个不坏的圆明月轮里面 圆成一心里面 再使心力发生作用 而生其心 在这个时候要生心给他安软件 安莲花 安种子字 请诸佛菩萨 你要把他的这个影像调到里面去 上界才知道你请谁 我要请阿弥陀佛 这个月轮里面 画出的莲花 莲花上面是个阿弥陀佛 但是这个在我们密法中叫诗句尊 就是我发誓要请阿弥陀佛 我发誓要请律度母 这个叫诗句尊 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真的阿弥陀佛 是不是真的律度母 不是 这是你的性画出来的 因为这个圆月轮 是心性之光的凝聚体 刚才说是法界光的凝聚体 是你现在用了第十意识 真意 动实结合德 在真心月轮里面 要请阿弥陀佛 是你的真意画现 这个叫一生身 真意画成身 不是真正的阿弥陀佛本尊身 不是真正的律度母本尊身 这个时候还只是叫画现 不是真正的 怎么样才能请到真正的 所以是把这个收到体内的颅脑腔 安置在自己的心间 黄庭那一点 然后在那个地方安置种子 使自己体内的莲花开腹 紫气下丹田的不漏了之后 生成的紫气涌上来 今天到处都是紫气 紫气涌上来 第永经莲 激活自己的不死明点 炸开 把这个影像做模具 安在自己的心间 使自己心间的那个不动明点 化成本尊身 这个时候在自画本尊 自画本尊 自画本尊你的力量很小 因为你现在道力尚浅 所以你要怎么样 你要请真正的本尊和自画本尊合一 所以我化了观音 我化了律度母了 律度母也好 观世音菩萨也好 这些修成的师父们在静法界中 色究竟天的圣居土里面 都有自己的报身 如果他没有报身 没有自己的净土 众生就失去了医护 失去了这个修炼地 所谓登地菩萨 他在静法界的色究竟天的圣居土里面 都有自己的净土世界 都叫登地的菩萨 登地的 菩萨都登地了 佛一定有地 用你们的话叫有地方产 他建的宫殿是坚固的 因为地是他的永久地气 他在那儿就没有人能让他拆 因为那是他自己的地上盖的东西 叫得地登地 在那个地方他有宫殿 他有圆林 有净土世界 所以你要请到那里的不顿真 那里的报身菩萨 报身佛 下来和你心间化现的佛菩萨 合二为一 这个叫智慧尊 又叫真的本尊 你需要把你心间化出的那个 顺着你的胸腔的鸣点 胸腔的这个神路通道 把它送到 它是以光速神速可以到静法界 到圣居土里去 所以在圣居土里一个莲花一开 一个观音影像或者一个度母影像出现 这一出现他有管理层 他马上知道下面有人的莲花开了 现在要请哪一个本尊 所以他就去通报 因为他也好像我们这个地球一样 有不同的国 他一看原来你来的影像 投出的影像是找这个 他就去通报 通报以后观音的报身 是不是可以来到地球 不可以 为什么 所有诸佛菩萨的报身 它的量级是十万亿个太阳的量级 如果我们地球 太阳到了地球上来 一个太阳来到地球 地球还在吗 大家知道它的温度 完全就灰飞烟灭了 所以是一个菩萨来到地球 十万亿个太阳那么量级 那地球早都灰飞烟灭 所以它的本尊身是不能够再来地球 所以它为什么叫人能宏道 诸佛菩萨都要选一个 有人身的修道者来跟你合体修炼 才能够使这个人代表观音 代表绿度母去弘扬度母法 弘扬观音法 而救度有缘众生 因为你的力量不够 你需要借助 所以这个叫分灵化气 是你的自信的莲花开了 自信的明点起来了 你的力量不够了 所以它把它的加持力 来了一点 全息的灵光和你的化身体合一 这个时候就这一点灵光下到地球上 已经满够你用了 再回到你的体内 开发结果和你的肉体合成一个整体 这个时候你就成了本尊身 本尊身 你就是观音 观音化身 就跟你家里供了一个观音像 你是肉身化成的观音 你能走 你能说 那个像还只能拜 不能够说 这是密法中 在调心部分 你要展现 自己还没有成道之前 你要建功立业 你要功德圆满使用的一个方法 这也是属于调心 这个层面的内容 所以调心可不是像你们 这样简单的一个层次 那这个样子你是观音了 你是度母了 那他的誓言力一起来以后 这六道的护法神统统要来护持 他不是护持张不声 他是护持观音 护持绿度母 因为你已经不是我了 你必须要无我 怎么样才无我 第九真心出来 月轮出来 这个时候 你自己完全无人无我 一轮明月照大前 孤悬在太空中 这才是真我体 因为你的肉体不是你 这是你的真心 在这个真心里面 心造万法 心生万法 这个就刚才说 心造度母 心造观音 真心里面的真意作用而生极限 这就是第十意识体了 第九是真心 第十是心造 心造在金刚顶宗发菩提心论 叫月轮十六等分 分成七佛八菩萨 分成诸大菩萨 十六等分 那么进入阿兹本部生 这是菩提心的第四层次的高级条心内容 所以这个时候自己画成月亮宫 宫殿 画出诸佛菩萨 画出诸本尊 甚至是可以把文尊 四十八尊 五尊 五十二尊都画出来 所以佛门里面虽然不讲众神 他讲众佛菩萨 也就是众佛菩萨不在外面 是在你的心内 心又在身内 身内他也不在身内 也不在身外 因为他把身空了 我装在里面 身空了 所以在里面和外面 因为空了 所以没有内外了 现在明白了吗 所以叫不内不外 有时候你们如果从文字意义上糊涂的 什么叫不内不难 不外 所以到这个时候叫等流深 我曾经给你们举过例子 你用个透明塑料袋 装了一塑料袋水 然后放在湖里面 然后用个洗管去吸这个塑料袋的水 很快就把这个水抽干了 森原周围都是满湖的水 满海洋的水 能不能进去这个塑料袋 这是因为你的身没有空 如果你练到身空的时候 你就是等于说把这个塑料袋 揽上了八万四千个毛孔 然后你也装了一袋水放在湖里 然后你用抽水机 从这个塑料袋口往外抽水 能抽干吗 什么时间把外面的大海抽干了 你塑料袋的水才干了 这就是什么 你抽一公升 花又进去一公升 但是你有没有自己的身呢 有 身怎么样空了 怎么空了 八万四千毛孔都张开了 内外透明了 身在不在 在 如果没有这个身怎么红道 如果没有这个身怎么传法 没有这个身怎么度众生 所以修成活菩萨的人 活神 他的身是空的 是跟法界融合的 但是他还有个身在 这个叫等流身 所以是内外皆同 不内不外 从这去理解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菩萨的这个层面上 从第九真心到第十真意上面 那么到第十一的真空妙有 妙有真空 随时可以化现成光进入法界 无量无边 随时可以聚则成形 因他起用 众生有种种需要 我视线种种身而令其满足 这就是佛的层次了 如果众生无所求的时候 佛菩萨不知道在哪里 因为他不因他起用 是不是不是说在进色界天 在生居土里面 Yes 为什么在那 因众生有求 有求必应 他就在那实现 无求的时候 他进去空边法界 他也不在那个地方 因为他处处实现 这就叫千江有水千江月 月亮天上只有一个 地球上有很多的江湖 都有一个月亮 都可以映现出来 都跟真月是同一个月亮 所以大家要知道 修炼 在调新这个层次 它存在着这样的一个意识的 一个 妙用的 一个调新 那么回到我们第一个层级的 怎么调新 第一个层级 刚才说 你要 有定力在 第七意识 要有定力 要思维修 为什么有些人会推到 没有生期思维力 给第六意识 粘了空子 第六意识 它是个什么意识 它就可以说 你们没见真伙生之前 没有这样实修实证之前 几乎 它就是你一生的主人翁 它就是决策者 你想干啥就干啥 不是这样的吗 对不对 你不高兴就不高兴 你不高兴 你要让全家人不高兴 你不高兴 你要让整个公司的人不高兴 你要做了武则天 你可以让全天下人不高兴 你认性嘛 第六意识 第七意识 如理思维 然后思维修起来 不可以这样 己所不义 无实欲人 张补生来了 不能老是吃天天重新火锅 这是个很好的例子 那换到你们马来西亚来了 你们不要天天请我吃你们的菜 OK 也要问问老师要吃什么咸肯 什么蛋肯 老师喜欢吃什么肯 你开始替别人着想 这就思维修了 不要说老师这个好吃 这个好吃 你吃 你吃 你到了一个时候 人供养你的 还真不能不吃 释迦牟尼是死的时候 是因为人给他供养毒了 那个毒食物了 释迦牟尼知道 那个没熟透 有毒 他还吃了 他倒那个时候 我好在还没倒那个份上 你给我毒 我不吃 你不好吃的 我也不吃 我没倒那个份上 你真倒那个菩萨心肠 也好心好意给你的 那你非得吃 还是藏密好 师父吃一口变成喜地了 大家去分 不用都吃光 这是什么思维修 你呢 不单对老师 你对你的先生 你站在他的角度 思维一下 大家都很多是过来人 家庭有危机 有一些都是中年妇女了 那你到了中年 你没有那个男女的事了 你不想了 但是男人 他到了四十来岁 五十来岁 他的生理上 是极端需要那个东西的 这个时候 你如果不替他考虑 你就一味的 我都不想了 然后 你就不管他 那就变成恶狼了 那就出问题 出问题到有一天哭哭啼啼的 我老公外面有小孙 老公外面有想好了 但是这是早都定下的一个结果 为什么 你自私自利 你要委屈 你不想了 你问他要不要 他要 你满足他 OK 菩萨嘛 就是这样修道的 为他嘛 对不对 你是没有反应了 你是不要了 你是无所谓了 对老公也是 对孩子也是这样 孩子天真无学的时候 他需要玩嘛 不是需要学习的 你们想想 现在让你们去小学一年级的课程 你们需要多长时间学完 再笨的人给你七天能不能学完 拿过一本书 小学的 我说小学的 你不要再瞪眼大眼 小学课本啊 你就把七天一定翻一遍 全都会了 对不对 那你逼死孩子在一年级 非得把他记下来 非得 你大脑不是坏了吗 他哪怕拿零分 他到社会上 他一定要用到 再让他学吗 他一天就学会了 没有智慧嘛 所以我们今天整个教育体系 是枪害孩子的天真 非得逼他拿什么成绩 所以你们动点脑子 你们不要给自己太多的烦恼 这就是你没有站在他人的角度上 我们在这个地方很容易犯错 就是我们以为对别人是爱 实际上是对别人受不了 别人受不了你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都希望民主自由 我们只能做自己的主 你不能做全家人的主 是不是 你想做全家人的主 最后就是全家人把你奥托出去的时候 你是武则天 你是西特邓 什么都要听你的 不听你的不行 你们中间是不是有很多实心风 你们自己去问 问自己 为什么老公跟你关系不好 为什么孩子对你不理不睬 为什么老人埋怨你 你总是没有做到自己的角色 没有把那个角色做好 你在老人面前就是孩子 就是孩子你就装着嫩样吗 对不对 孩子嫩嫩的那个样子 调皮捣蛋的样子 你就跟爸妈调皮捣蛋吗 你不要跟他好像你是他的教师 你是他的教父一样的 跟他讲大道理讲什么 你就跟他调皮捣蛋嘛 跟他撒娇会不会 对不对 你不要以为爸爸妈妈八九十岁 你六七十岁 照样要撒娇的 对不对 一撒娇他就软了 为什么 他是爹他是娘 你跟他讲的 你跟他讲着道理他就火了 他就火了 我听你男人听我的 角色没有转化 所以我们讲到这儿就是为什么要启动自己的第七意识 这是至关重要 我用世间法 初世间法我都给你们讲了 那么在我们修炼中就是一个第七思维意识的正思维修 正是止于一 中国的正字 是不是下面是一个止 上面是一个一 什么叫正念 正念就是止于一的念 什么叫正心 止于一的心 这就变成一心什么 一意的 所以你修炼要三心二意 还是一心一意 是正心正念 还是邪心邪念 所以是正心正念 那就是止于一 我今天什么叫止于一 一心一意干什么 我让宝月轮进去霓王宫 就是一个心和意 就这一个 那么咱们会不会出来 会 夺你的指挥权的 原来是他指挥 你在那一心一意 样样明点进去霓王宫 他给你一个声音 哎呀 那个宴会要开席了 赶紧去了 是吧 你在这儿有个念头 那又出个念头 是谁 因为刚才说 你总共有几个年 有几个年 三心二意 有三个 因为眼耳鼻舌身不作用 懂不懂啊 眼睛不会看着你 也不会拽着你跑 耳朵 不会 第六意识会 第七意识会 第八意识会 第八意识会 它是那个什么 它有的时候 它是乱的 这个叫 这个在色受想行使的行使 行使是什么 我们今天称为 第八意识叫浅意识 浅水的浅 懂不懂 不是浅层的浅 深浅 浅意识 再深层的意识 我们有表象意识 大脑皮层的意识 有第二层的意识 还有深层意识 基本上是三心 第一心是观性意识 第二心是逻辑思维意识 就是第七思维意识 第八心就是什么 浅意识 浅意识是过去式 你的意识总和 所以它是一个暗流 你以为它这个海平面是平静的 没有 底下是汹涌澎湃的 在你激荡 因为太多的东西储存在里面 太多的东西储存在你的DNA里面了 DNA随时会被天地的正向能量 或邪恶能量震荡 一震荡里面的东西 意识体它就出来 它会作用你的 所以这个浅层意识 叫这个什么 如行云流水一样的 云在天空中飘 对吧 停不下来的 你想让它停 它是停不下来的 所以你在打坐的时候 你在修炼的时候 第一 你一个强烈的观性意识 会拉着你不要静坐 因为那就是你的第六意识 你要认识它 第六意识是什么 是贼王 是你体内的五贼之王 我们体内有几个贼 眼耳鼻舌身 这叫五贼 五贼是什么 五贼它可以耗散你的能量 虽然它有识别能力 但你在浅层意识里面 虽然你的第六意识没支配你的眼睛 浅层意识在支配你的眼睛的时候 会耗散你的能量 这个眼耳鼻舌身意五贼 它是耗散我们的能量 有的时候是你的第六意识 这个贼王指挥的 有的是第八意识 在不知觉的前提下指挥贼王 是贼王指挥你的 这里面你比方说我经常举这个例子 女性去商场看elevay包 看什么包 实际上你逛一天可能一个都没舍得买 但是你去了回到家你是不是很累 为什么会很累 你这个眼睛就在放光 看到一个好的 漂亮 再看一个 哎呀 漂亮 你想 哎呀 这个眼睛插两道光怎么样 就出去了 但为什么就不能止住说 我不要看呢 你停不下来 看完这个还看那个 看了一天一个没买 说我最头疼的是陪老婆逛街 我从来不陪她逛街 为什么 她又舍不得 逛一大圈又不买 然后累死了 她累死我也累死 那放光就是这样的肯定累死了 对不对 那为什么停不下来 潜意识里面有一个东西 还不是第六意识 潜意识 所以你的第七意识不够力量 第七意识够力量 老公批准我花三千块 我今天一定要去买个elevay包 三千块预算内的 我一定要买 然后OK 你去买一个 没有问题的 过了那个瘾你就再不想了 对不对 我们对付欲望有两种 一种是戒指 不可以 这三千块我可以办很多事情 我不要花 那你能指得住 OK 戒了就OK了 就不会再浪费更多的时间 去到商场里去放电了 你们这不是放电吗 眼睛啪啪啪啪放电 这不是掩饰贼王吗 把自己的光就耗散了 好不容易你要聚光了 你还耗散光 对不对 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什么 过完瘾再不想了 不能止住 老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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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在修行中还有一种方法 这是秘法惯用的 叫什么 就是增上欲 你不是喜欢三千 买个五千的 增上欲 增上欲乐是什么 增上欲乐就是 过了这个瘾了 根本再不想了 再提到包 头疼了 不要去看了 太多了 用不完 过瘾了 我一生过了很多瘾 过了很多关 小时候家里穷 要吃这个 吃那个 吃不起 刚毕业以后赚点钱又不多 然后又吃不起 好了 怎么过的关 哦 这个去开饭店 开饭店 别人吃剩的 好的大鱼大肉 尽管你吃 那个时候刚开始没什么多资本 不舍得吃那个新鲜的 是别人吃剩了 撤下来的 也很干净 让厨师消消毒 再回锅吃 什么都吃够了 后来那个没有吃的隐头了 什么吃的隐头都没有 所以很多关 喝酒 爱喝酒 好了 喝得醉了 然后身体不行了 不喝了 够够的 不喝了 所以在后期我在修秘法的时候才知道 这叫增上欲乐 就是你大乐 你怎么开心 你怎么干 然后你干到最后是什么东西都不行了 什么都过了 过了瘾了 这是对付武贼的很好的方法 你要看吗 你要听吗 你听就听个够 看就看个够 不要偷着看 不要偷着听 那个有隐的 老不少看就偷着看 就是有隐 你看个够你就没隐了 对不对 这个好赌 好赌就赌个够 倾家荡产了 你就没法赌了 是不是 赌个够嘛 再不想了 所以这是增上欲乐 这密法修炼 有这样的修法 将来到高层次再给你们讲 不要现在把你们带坏了 但是有的借的方法 就是眼耳鼻舌身 借住 不看 不听 不那个 这个叫六门紧闭的方法 一般的出家人都用这个方法修 叫清修 清修为什么叫四大皆空 所有的东西 彩色明师睡 在我的都是空的 早晨很早起来做早课 晚上做完很晚的晚课才能睡觉 这是克服睡魔 这个眼见色不畏色 耳听声不畏听 这个就是止住自己的眼耳鼻舌身 那么调控自己的意 启动自己的第七意识 遮止 这个叫戒 戒律奉行 通过这个是一个修法 密法它是通过增上欲乐 你可以不戒这些东西 然后增上欲乐 管购 超越了 不再想这些东西 这个无非是对峙武贼的这个方法 武贼的方法 那么对付不了的食宿人他是什么 所以是我经常举例的 一个女性她会去看包啊 看首饰啊 看金银啊 看个没完没了 男性就会喜欢偷着看美女 看见个美女 崩 撞电线杆子了 崩掉下水道了 那你的第七思维意识根本就没启动 那是你的嘛 你看了白看啊 又不能去抱 又不能领回家 对不对 那你不白看 你要第七思维意识起来了 你崩就不看了 就止住了 你起不来才会去看这第六意识的关系 这个男女之间无非是就是这个样子 有这种吸引力嘛 对不对 所以是 哎 那么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贼 他通过这个掩耳鼻石身啊 在耗我们的能量 那么贼王是谁 贼王就是第六意识 因为刚才说前五十没有什么 没有分别力啊 没有好坏 第六意识才说这样的美女才是美女 那样的就不是美女 所以他看见自己喜欢的美女 就去看人家 不自觉地去看 这是第六意识的贼王 让你的眼耳鼻石身都开始耗散了 所以是这个情人眼里出息事嘛 对不对 不是说所有的美女有一个统一标准没有的 这就是你的第六意识贼王在作用的 所以是这个思维意识心在正思维这个方面 这个第七思维意识产生作用 在没有正思维意识的前提下 都是第六意识在作主 第六意识一作主 他就勾起第八意识里面 跟他有共性的意识共同作来 这个就叫五因之胜苦 这个五脏六腑都翻江倒海 想美女睡不着 吃不下饭 恋爱一失败了就挤着去死 对吧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翻江倒海了 第八意识库里的东西都跑出来了 所以这个就是当下要知道 修行人要知道不要去浪费 所以我们有一个什么方法呢 就是六门紧闭 眼睛不看 向内看 耳朵不听 向内听 舌头不长 向上顶住自己的上下脚 反倒火性不起 口中水降下来 使心火平了 心平气和了 对吧 身不动 解定印 身安置 眼 眼睛不看 耳朵不听 舌头不长 鼻子不秀 身不动 这个意就不动了 叫安而后能律 律而后能有所得 这就是身安 心才会安 心安了就开始进入第七思维的 逻辑思维就开始思虑了 思虑就是第七思维 在思虑中我就开始支配 自己体内的精气神变化 才能有所得 这是圣人不传的半句诀 就是在律而后能有所得 律怎么能够有所得 你所得的无非是知见 知见立志又是无明本 就不对了 所以律而后能有所得的 这个窍诀是什么 就是当你第七思维意识 正思维 止于一的思维 一心一意的时候 你可以支配体内的精气神 在体内寻心内运天经 这就是你们诵的经典里的话 不在心外 它的窍诀是什么 窍诀必须调呼吸 调呼吸 你的呼吸 正常凡人的呼吸 它是在外面的 吸从外面吸 呼是什么 呼到外面去了 说是你的心是在外面的 你的心是在外面的 所以如果你的呼吸进到体内来 心息相依 这是个口诀 就是你的呼吸到体内来以后 你的心一定跟着到体内来 这个时候才叫律而后有所得 得了什么 精气神三宝 精气神三宝 用这三宝 你才能够给自己安理道场 才能有下丹田的道场起来 中丹田的道场起来 颅脑腔 上丹田的道场起来 才里面炼三世佛 炼三清圣祖 炼元玉圣三神 这都是后面高级东西都要炼出来 不是你在那想象出来 他的诀是炼金化金 支配液体运行 这是精这个系列 炼金化金 炼金要化气 炼气要化神 是接在心内运天经 心内和身内运天经 这才有所得 才叫得到 才叫得到 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是窍诀 就是修炼中的窍诀 所以你必须学会呼吸法 什么样的呼吸法 就是吸了之后 不呼吸 闭住 闭住以后干什么 不是在那死闭 是要用自己的定盘心 给这个气定个目的地 就是我闭住这口气 它的目的地 它要去到哪里去 那么运天经 经是经过的意思 就是路径 就是路途 就是路线图 那么你怎么去找这个路线图 所以你得闭着这口气 从始到终 它要去哪里 叫无中修 呼吸无中修 在体内 要通过呼吸的力量 使自己的这个体内的这个精气神在运转 不能够停修 一点停修的时间都没有 叫无中修 是什么人在叫念工 就是你的念头是否支配了你的体内的精气神的运作的人 如果丢失了这个精气神的 不抓住这三个要害 你就不是修道者 你就是一个挂名的修道者 所以这就是下识闻道大孝之 中识闻道弱吉弱底 像你们就是中识闻道 为什么 一会儿用呼吸器 用心 一下功夫 一会儿又去想股票了 又去看美女了 又去逛商场买包了 这是什么 弱吉什么 弱底 老师那我实在喜欢包 你不是说有增上欲乐 对 增上欲乐的时候 看包再调呼吸 现在知道了吗 这什么叫秘法 看包就放电 那叫增上欲乐 不是 看包调呼吸 看美女调呼吸 看见一个手势 调呼吸 你把精气都吸进来了 对不对 这个就是什么 心内孕天经 都不在身外 都不在心外去做 不是不看 增上欲乐是在这个时候 你能够完全掌控体内的精气神 有一个主人 这个口诀是 看不看着一眼 看着一心 听不听着一耳 听着一心 然后 长不长着一口 一舌 长着一心 这个秀 秀着一心 不是秀着一鼻 两耳鼻舌身 都做了工具 不是主人 不是第六意识做主了 是我的心在做主 这样就克服了第六意识的支配权 然后进去了 由第七意识直接带着你进去真心真意里面修行 叫正思维修 所以大家要知道 那么指定自己内在的精气神按照特定的规律 这个不是你规定的 比方说我们的这个都脉 它是怎么走向的 它有哪些大缺点 每个人都一样的 这就是规律 这个适度脉 大家都有三观 对吧 这个维吕观 甲己观 这个 这个预诊观 都有三观 都在这个特定的骨节上面 外显出来的三观 都有三条脉 脊椎骨 脊椎里一条脉 中脉 然后 左侧的黑道脉 右侧的白道脉 三道脉 每个人都有 这就是规律 这不是你规定跟我 这是规律 这是生命实相 所以你必须按照这个规律去做 你不能创 老师说三道脉 我来这个八道脉 不更厉害 那你就违反规律 你自创的 所以现在社会上很多人在自创 这样创我更快 老师 实际上我不敢 为什么 不敢为天下先 不敢去创 只能传承 只能通过经典 通过师父的口耳相传来传承 你传承自那里 不是你自己的一个独创 不能创 因为违反规律的 你还没挣到那个水平 你什么是挣到了 你有八条脉 挣到了你有几条脉 那可以 为什么师父一般到高层就不再讲了 为什么很多人照抄 照抄去忽留大众 大众以为你看他能说出来就应该能做出来 不是 你看他那个黑不溜秋这样 你看看那个眼神贼不溜秋这样子 那都是邪灵附体了 他抄了你的理论 然后出去外面讲 大众以为他得到了 高层次师父只是跟弟子之间两三个人 这么小范围的 甚至是只是两个人之间 因为另外一个跟这个人的层次还不在一个级别 只针对你的层次望上拔高指点 旁人听着只是卖拢嘴皮子 没意思 不是师父自私 是你没到那个份上 你去传那个东西 你只是道听途说 你自己没有挣出来 师父只对挣出来的人 人跋生他指点他 不是师父自私不肯公开 所以这个里面就是有特定的规律 还有特定的轨道 他从哪到哪 十二经络 守三阴守三阳 从哪个起点到经过什么路线 经过什么穴位 终点到什么地方 这是一定是有个轨道的 就像我们地球围着太阳转 他有个轨道的 你要指挥他在按照规律和轨道去运行 运行干什么 疏通所有的经络里面的垃圾清出去 然后在自己的颅脑墙 胸墙 下腹墙建立仓库 建立仓库干什么 建立仓库 要用这个仓库 所以你必须在使用仓库前把仓库的软件装进去 建立什么样的软件 实际上就是我们三个丹田都是三个六核道场 你要使这个六核在三个丹田 这个仓库都变成坚固的金刚 谈成 在密法实用的语言中它叫谈成 我们简化叫仓库 就准备装东西进去 装东西你们现在的到了破体 特别我们四五十岁以后的人 三个丹田的仓库怎么样 都是瘪的 懂不懂什么瘪的 就是这个仓库它是气球做的 你没冲气它就是个瘪的 你要冲进去精气神 它才该仗成一个六核的立方体 随着这个立方体的大 你的胸腔会增厚 你的腹腔会增厚 这个会费 有个台湾女同学说 我不要炼老师 我要苗条 我说女的会苗条 男的会费 你的有子宫 男的没有子宫 男的必须要把子宫炼出来 用气做的子宫 因为里面要生 将来元神要待在里面 那是神殿 你没有这个空腔不行 女性为什么不能摘出子宫 那是你的神殿 你将来你的元神要在里面建宫殿 要有阴阳 它像一个极光生成器 极光生成器是个椭圆的 椭圆的 椭圆的它就是可以生成什么 对角线可以碰上碰上放光 极光生成器 这里面会生成光 所以要建立一个光化的自动化机制 你不能老是人去控制它 一按开关它才有光 不行的 那就是自动的 只要进去精气神 啪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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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自己就完成了 就完成光化的机制 这都要给软件成去 到这个软件三滩田都建立 五脏的 五脏城都建起来 这五城五真人 你们宋狂亭内建 里面都有空腔 都是城池 都是宫殿 但这些都建起来以后 那么只要你进入恍兮呼吸 无人无我的状态 你的第九真心映现出来的时候 这个叫人能常清静 天地怎么样 西结归 天地万物 啪就进去你三滩田 啪就进去你五脏城 啪就怎么样 放光 光又化成液体 液体又化成气体 气体再生光 那么光开始化神 聚精灰神 刚五脏里面的五脏神才有能量 祂才会现行 否则恶的爬在那儿 起不来 祂现行 一现行以后建制者昌 建制者昌 那么我们前期第一个层次的调心 就是通过主观意识 把自己的体内的 这些指挥精气神运行 一心一意地指挥它 启动自己的正思威力 指挥自己的精气神在里面运作 这就是第一个层级的调心 不管任何旁边的干扰 第六意识的干扰 潜意识的干扰 外面人的干扰 这是什么 这都是燕金寨主 第六意识它指挥官了 它不愿意你成圣 为什么你成圣它就没有说话权了 它那体内的所有组织器官 所有的经济人 它没有支配权了 原来你家的钱是你管的 突然老公没收你的管理钱的权限了 你看你不大闹天宫才怪了 他就这个道理 他之前人也是他管的 钱也是他管的 枪炮也是他管的 所有的都是他是王 现在你不让他管了 你看他不要大闹天宫 他就给你闹得阴阳麻烦 你的情绪就喜怒哀乐悲恐惊就出来 因为这是你的正思维开始向第六意识作战了 要彻底的拿回制空权 拿回制海权 拿回制路权 体内的三个丹田都归我第七个思维 正思维来统管 来统一支配 来完成人生大道行 然后身心修道成功 这样一个伟业 而不是任由着第六意识 帮你拽到一个凡夫道中去 这是我们第一个层级 调心 大家要重视 总结一句话 就是要支配自己的精气神 按照特定的规律 按照特定的轨道 在体内运天经 无中修 没有休息日 没有节假日 没有什么一会儿修炼一会儿不修炼 一会儿去做凡夫一会儿 永远的二十四小时all in 全部的都在这儿变化 不能够中修 那么为自己的三个丹田 五脏城 所有的经络 纵向的 横向的 斜向的 所有的经络 要支撑一个壳做准备 这就是调心一定要重视的这个部分 你们为什么老是不出层级 就是在这个地方第一个层级就已经出问题了 所以后面你就没办法调膝 你也没办法真正调身 你身心就都不能愉悦 不能产生大乐 时间的关系我们晚上再接着讲 好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